叶丽诚冷着脸,抱着楚颖月果断起身。大厅里的楚家三人早就惊呆了。什么情况?成王不是很讨厌楚颖月吗?入了月离园,叶丽诚立刻粗鲁地把楚颖月往床上一放。 楚颖月,你是本王的王妃,你在外面能不能注意一下言行举止? 王爷,是这样注意言行举止吗? 王爷,别月那边传消息过来,说林姑娘生病了。 王爷,快去瞧瞧林妹妹吧,要是重症不治,直接归西了,那怎么了得? 你,楚颖月,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恶毒? 轻,慢走,不送啊。 哟,彩花贼?我还真没尝过彩花贼的味道呢。 你,你还真的是,如传言一样放荡不堪。 哼,彼此彼此。 哦,哥哥,要不,我们就在这里,怎么样啊? 你,不知廉耻! 楚颖月,今天的事情你最好不要告诉任何人,不然我一定杀了你。 楚颖月坐在主位上,瞧着二郎腿。 她一边晃荡,一边看着自己的指甲。 楚颖月,这是我娘的嫁妆单,上面的东西您给我找出来,我要带走。 月儿,你娘的嫁妆,这些年早就已经花光了,楚家许多方面都要维持,你也花了不少银子,不是你父亲不给你,是真的拿不出了。 行了,我明白了。 雪云,我们走吧。 看着楚颖月的背影,楚颖天和林依依下意识对视了一眼, 二人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得意。 苏云的嫁妆当然没有花完,可是他们就是咬定不拿给楚颖月,他们又能奈他们何? 就在这时,一名嘉宾匆匆跑了进来。 老爷,夫人,快去看看呐,成王妃,成王妃疯了。 娇,哪里好烧娇哪里? 你到底在做什么? 楚颖天,你现在想好了吗? 你是要楚家? 还是要我娘亲的嫁妆? 疯子,疯子。 楚颖月,你这个疯子。 你知道我是疯子就好。 知道,就乖乖地把我要的东西送上门来。 明儿夕阳落下之前,我要看到我想要的。 不然,到时候我烧的,就不仅仅是楚家了。 人烧起来,那才叫一个好看呢。 疯子,楚颖月疯了,灭火,赶快灭火。 老爷别生气,或许月儿只是一时受了什么刺激。 明儿依依亲自去一趟成王府,好好和月儿谈谈心。 楚颖月这个疯子,要是有天晴一般懂事,哪里还用得着我们这么操心呢? 嗯,对了,你待会儿去看看天晴准备好了没有。 今晚的宴会,可是她大放光彩的时候。 好的老爷。 陈王妃,奴婢是林姑娘的贴身丫鬟桃枝,奴婢奉王爷的令来找陈王妃,请陈王妃把那颗百年血灵枝送去别院,为我家姑娘调理身体。 本王妃不惹绿茶表,绿茶表偏要来惹本王妃,那怎么办? 当然是如她所愿了。 雪云,去,把那颗百年血灵枝拿出来,本王妃亲自送去别院。 王爷抱歉,是月儿的错,要不是月儿身体不好,也不至于打扰了王爷和王妃。 今天是王爷陪王妃的回门之日呢,王爷这么回来,王妃待会儿肯定又要生气了。 别管她,本王要做什么,区区一个楚颖月可还管不着。 放心吧,月儿,百年血灵枝,本王一定会为你找到。 没关系的,王爷,你不愿意帮我找楚颖月拿那颗百年血灵枝,我自然会找人帮我拿。 月儿,你怎么了? 王爷,对不起,是月儿拖累了你。 王爷,你让月儿回边关吧,月儿这身体,好死不如赖活着。 想死?想死还不简单,叶绿长你让开,本王妃给这绿茶表表演一下,什么叫做一扭头断。 楚颖月,你疯了! 王爷,王爷,王爷,都是我的错,你别打王妃啊,王爷。 楚颖月这个疯子,就是该打。 叶绿长,我最后说一次,看好你的人,从今天起,我们井水不犯河水,你要是再让他招惹我,下一次,我就毁了他这张脸,至于百年血灵枝。 雪云,待会儿,把他拿去喂狗。 是,王妃。 今晚,皇宫讨花宴。 放心,我会去,有狗整天想骑在本王妃头顶上,本王妃总不能让所有人看笑话不适。 好好照顾你家小姐,有什么问题,派人来承王府找本王。 王爷抱歉,我这辆小小的马车,是容纳不了王爷这尊大佛了。 嗯,看来是能容纳的,空间正好,不大不小。 楚颖月瞬间被气笑了,这个狗男人什么意思啊,刚刚给了他一巴掌,现在又来跟他耍无赖。 叶丽诚,要点脸行吗?你在外宠你的小三儿,我在城王府当我的城王妃,咱们两不干涉,不行。 楚颖月,你休想。 楚颖月,本王告诉你,今晚的桃花宴,你给本王把裤子穿好。 哦,要是我不呢,你带如何? 你试试。 试试就试试啊。 哼,楚颖月,还算你识相,没有给本王丢人。 哼,这个狗男人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呢,给他丢人,他算个什么玩意儿。 你,退孙吗? 叶丽诚,你有病,我有药,你吃不吃。 马车一路入了皇宫,很快到达目的地。 等叶丽诚下了马车后,楚颖月就跟着跳下了马车,紧接着就在他身后跟着。 一边走,一边有八卦的声音传入耳里。 楚颖月竟然来了? 咳,真恶心,这个花痴靠自己那个死妈嫁给了承王爷。 哼,瞧他那个样子,得意得跟一只孔雀似的。 哼,得意有什么用啊,谁不知道承王爷有新圣人。 听说,还把新圣人接到别院去了。 就是,听说今天楚颖月回门,承王爷都是提前走了。 楚颖月可能也没有想到吧,刚嫁入承王府,就独守空房。 楚颖月忍不住笑出了声,哪里有女人,哪里就有八卦,这话还真是说得没错。 王妃,小心点。 这这这,不是说承王爷厌恶楚颖月至极吗?这叫厌恶? 楚颖月和叶丽诚入座后没多久,皇后叶盛天和皇后柳兰心就来了。 帝皇帝后入座后,这一场一年一度的桃花宴就正式开始。 今年的桃花宴,男子比武,女子比武。 武功第一者,赏赐一把削铁如你的白铁匕首。 舞蹈第一者,得一朵千年雪莲。 王妃,想要吗? 不用承王操心,本王妃想要的东西,本王妃会自己想法子得到。 哼,就你,也想夺得头残。 楚颖月拿起筷子,低头往面前的一只烤鸭的屁股上一冲。 死鸭子死得好,死得好,就闭嘴了。 叶丽诚语色,他怀疑自己被骂了是怎么回事。 比试很快开始,首先比试的就是男子武功。 大概半个时辰左右,舞台之上就只剩下了一名青年。 将军府的大公子曲商,号称叶丽诚的左手。 如今只剩下曲商,恐怕没人敢挑战了吧。 曲商想哭,然而男人已经身形一闪,对他发动了攻击。 叶丽诚速度快得不行,不到十个回合,曲商就主动求饶。 罢了罢了,天灵帝国还有谁能是战神大人你的对手啊? 母后,可以宣布结果了吧? 柳兰仙惊讶地看了一眼叶丽诚,又看了一眼楚颖月。 接着,笑着抬手,让人把白铁匕首送了上来,同时宣布。 接下来,便是女子舞蹈比试了,你们谁先上? 莫非,这个礼物你可喜欢。 楚颖月偏了一眼叶丽诚,没搞懂这男人什么意思。 是打算用这把白铁匕首赔偿他今天打他的那一巴掌。 既然没人上,那我便递一个吧。 身后,叶丽诚身体一僵,看着楚颖月的背影只觉得气血翻涌。 这个女人,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无事啊,她不要面子的呀。 楚颖月拿着手骨来到舞台中央慢慢蹲下。 安静了片刻后,猛的一个敲击,接着一跃而起。 一跃而起的同时,她的身体一边后倾,肩膀一边颤抖。 随着她的颤抖,她身上的红色薄纱慢慢滑落,再随着她一边敲鼓,一边转圈。 楚颖月身上的红色长裙也跟着整个落下,只剩下了一件红色的抹胸。 女人敷如凝脂,漂亮的锁骨性感无双,再加上她敲鼓的速度又美又撒,看得所有人都气血翻涌。 叶丽诚抬手了,直接把跟前的桌子披成了两半。 她就说,她怎么会这么快穿裤子,原来今天是打算脱衣服。 眼看女人越转越快,那腰就像水蛇一般扭动,那双腿更加没骨头一般, 摆出了各种令人显弱飞飞的姿势,这个不知廉耻,随处都可以放浪的女人。 看看那些男人,一双双眼睛都会掉在她身上了,她就喜欢这样是吧。 叶丽诚额头上青筋爆气,直接身形一闪,就来到了厨影院面前。 再一个弯腰,当着所有人的面,把女人扛了起来。